哈囉 各位 我是高牌子 特殘豪 穿射教學來了 這部影片會分享這個版本 7張圖的使用穿射技巧 包含穿強點位 穿煙死機 雖然說60%還是靠運氣啦 但只要沒損失就是賺嘛 放心 我會告訴你 哪些情況適合 哪些情況不適合 喜歡這部影片記得點讚 訂閱 小鈴鐺 分享給你 常常被穿死 覺得自己運氣不好的朋友們 首先 請請提要一個觀念補充 實戰時以正常情況來說 要拿到攻方情報比首方還難 畢竟一張地圖只要打久了 不討論比賽和戰術的話 一般禁忌 首方默認位置就是那些 AB點 界點212 ABC 所謂單卡魔科點 套上這個觀念之後 首方穿射風險絕對比攻方小嘛 畢竟做這個動作時會漏聲音和情報 而且以某些領位來說 首方有很多戰位可以換 但攻方必須不斷前進 位置又被限制 所以總結來說 首方有更多機會去穿射騷擾 但攻方機會少 風險又大 不是很推薦攻方一直做出穿射動作 頂多是用在清除預設位 清除一些敵人常戰的位置 好啦 觀念補充完了 接著你要具備四項基本功 1. 基本槍法 能穩定控制槍支彈道 穿射時通常不會一昧的壓槍到底 跟平常對槍類似 我會開個3-5發後就拉掉 能收能放 不管是被反穿的可能性 還是子彈數的控制 適時穿射才能達到最大效益 2. 熟悉地圖物件 知道哪邊有高低位置 準心必須擺到至少胸部和頭部 因為你被淹住後只能靠記憶來填充 不要這邊有個樓梯往下 你的槍線還不動 一直打空氣 3. 基本的大局關 這個時間點哪裡可能會有敵人 敵人會做出什麼樣的常規動作 你的位置是不是隨時會被殺 會被包夾 不用到特別細 但不能完全不懂 4. 強制穿牆等級 穿硬部分沒什麼差 但穿牆有分 什麼牆可以穿 什麼牆不能穿 以前跟各位聊過 可以看看之前這部影片 那現在只要幫我注意中高等級 因為穿牆時還是建議中高等級再穿 傷害足夠 又不用浪費太多子彈 OK 前置提醒完了 進入正題 這個版本的7張地圖我都會說 一金空島A點 站在A小口 瞄準B小 我會往左拉 以B小牆壁作為參考 我喜歡留個空間 準心貼起左邊牆壁 因為你是角度優勢 敵人大多會往左拉 不論是駕鑲 穿煙都很好一發頭 但A小區塊太小 不能待太久 穿煙時機 選購階段結束後的第一拍 配蓋煙的話 離屏障位置很近 你第一拍還是能先把準心擺好 等到煙下來後的1-2秒再穿 因為敵人會等A小煙一拍完再走出來 換到Aman 站在門口偏右 穿左邊的斜角 因為敵人不會想停留在中間 你會想往九角塞 不過你的位置需要有人掩護 敵人突然進點或丟閃會直接貼眼 穿煙時機 敵人被卡在Aman 退回到A宿 穿Aman門口 直接標個點 瞄準斜角 剛好能限制敵人進點的空間 位置相對安全 風險低 穿煙時機 敵人進點的那拍 有人會去關門嗎? 分享穿牆位置 敵人凱述大招很常會貼牆蓋 這樣一來就很好穿掉了 站在機關位附近 或者點後都可以 直接往按鈕射 角度大概抓一下斜的 人聽到嗆嗆的聲音就是有穿到 沒有的話稍微移一下位置 不然就是他放砲塔沒有貼牆 B點 準備回防 確認隊友都已經站在開關位附近了 這個游泳圈區塊直接穿箱子的人 算是進點前先清個角落 再一個 站在狗道穿Bman 三個石磚的中間那格 牆壁上灰色線條的下面第二個紅磚 從尾巴上面開始穿 到右邊第二個紅磚區塊 從左到右掃射 剛好是可以穿到門口的敵人 但如果敵人貼左邊牆就比較沒辦法 只要屏障剛結束的時候 敵人高機率會站一群人在這兒 不管有沒有書法偵察箭 只要拿奧丁都能嘗試 捷徑之地A點 站在燈防口瞄準A小 盡可能斜角去穿 因為你的位置小 如果站在中間風險太大 透過斜角針對貼左翔的敵人 尤其敵人進攻這個點超級 非常好穿死敵人 穿煙時機敵人被卡在A小 那旁邊還有個不錯的位置 一般都會是不死中當煙 沒有單向煙的情況下 煙會長這樣 而你可以站在這個位置看箱子 只要敵人想跳 想往箱子站 你可以直接打他頭部 而且他來不及反應 但這個位置風險高 所以盡量有個隊友掩護 B點穿煙沒什麼 有穿牆點位 護卡 左右兩面牆壁的角落 只要敵人往前都會躲在左右兩邊 有隊友煙中間的話 可以試著穿穿看 另一個 正面牆壁都是能穿的 但穿玻璃櫃的右底會比較多 大概算玻璃櫃的這塊去掃射 剛好可以穿到裝包 以及想往頂後的敵人 相反的 敵人也可以反穿你 不過難度比較高 因為你比較好算進點 裝包時機 而敵人視角這一條都要注意 雙打迷城 A點站在點中間穿Aman 可以根據上面柱子 往下在右邊一點 因為敵人基本上不會停留在中間 他們覺得更容易被石櫃罐死 會想往左邊塞 那你的位置要有人掩護 可能站在Heaven幫你之類的 因為敵人突然進點或丟閃 會直接提臉 且沒有遮蔽物 穿煙時機 第一種敵人被卡在Aman 第二種 Ramp沒有辦法攻進Heaven 又退回來人家拍 分享穿牆位置 Heaven 看牆壁比較深色的這塊 往左邊抓個距離 直接穿 一般會被嚇煙 敵人不可能站在門口 第一拍他就會往牆壁走 這時候你就能穿了 蓮華古城C點 站在CT上面的角落位置 可以標個點 瞄準平台角落 穿煙時機 聽到是裝在這裡的包聲就可以穿 不管是敵人或蓋克鳥人 穿牆點位 站在瀑布 標記角落包點位 有煙的情況下會比較難 對準右邊牆壁 往下瞄大概這個位置 再往下盪孔就會不明顯 所以應該挺好抓的 敵人就算蹲下裝包也能穿到 還剛好穿到頭部 熱帶熱源 站在開關位的樓梯穿Aman 就算有煙霧 這個高度也無法完全煙住 所以能根據上面的燈去算位置 我喜歡左底穿一下再換右底 反正你的位置相對安全 單純要注意滴滴雙門有沒有情報 穿煙時機第一種 敵人被卡在Aman 偏向左底穿 因為有些人會想往角落躲 第二種即將近點的在拍 偏向右底穿 因為剛好是瞄中間 近點都能夠穿到 日落之城 站在中路 瞄中瓦鑽道 保持斜的角度 只是這邊有高低差 所以準心要往下 穿煙時機 可以根據四場隊友情報來決定 如果隊友正好有看到敵人 那一定會在這個角落 敵人不可能一直待著 一定會需要退掉或往前 所以上個擊拍就小穿一下 而你的位置可以稍微站上平台 被敵人反穿水的機率更低 再來分享一個進攻方的 B點裝包時可以選擇樓梯位 下在這個窄口退回Bman 就算被蓋煙也能夠不要點穿 這招非常非常強 基地航港B點 站在雪輪區偏右 穿煙時機敵人裝完包後再穿 因為裝完後會想往後跑 可以少一下這條路徑 另一種是站在桶子上 利用維護煙霧的高度限制 看看平台上有沒有敵人 敵人視角比較難去注意到你 這不太像穿煙但是個技巧 以上現版本七張地圖 穿槍點位 穿煙時機 把適用的分享給各位 沒說到的可能是時機難抓 又或者沒有好的站位讓你去穿 那有些地圖很多 有些卻只有一個 舉例 熱帶熱緣 因為地圖太大了 敵人能站的位置太多 相對比較難去預測喔 所以我把我覺得有料的分享出來 希望經過這部影片 大家可以適時的去穿射看看 在這種TTK短的遊戲裡 穿射真的非常非常強 往往幾發就穿死一個人了 但要記住 時機很重要 可以說是遊戲儀式 預測敵人位置 他這個時間點想做什麼事 多去想一下玩弄他的心理 你就是贏家 絕對不要看到煙看到牆就慣 有時候反效果就完蛋了 敵人看到你慣 直接衝出來點你 根本來不及反應 當然說這部影片也算是分享我的特點吧 從各位觀眾開始認識我 應該也知道我很愛去想敵人 正在做什麼 心理戰 寫劇本之類的 然後很容易把子彈打光 雖然說68靠賽穿射 但有一部分這個是點位好 時機好 好啦 影片的最後 我有剪一段B.A.C特技 各位可以看完 學起來 我的Q被踩 我才會講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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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 八點 改進 guys了 B.8 直播 J於是 就,了嗎 一樓 8點 改進了 J於是 8點 改進了 V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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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會守 我這個薄了 我可以打掉x3 定了吧 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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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